南北大道今天凌晨时分传出夺命意外 一辆载着活机的罗里从森米兰、芙蓉、开网霹雳的中途突然失控 撞向防护栏之后再猛撞高架桥的柱子最终起火燃烧 应一司机和乘客双双毙命 至于司机的儿子则逃出生天 如来警区主任穆浩默法兹利今天发文告指出 这起事故今天凌晨三点发生在南北大道以北283.6公里处 着火的罗里已经烧得面目全非 28岁的乘客莫汉也被烧成架尸 尽管民众成功将48岁的司机瓦斯特温移出车外 但是由于司机头部中疮最终伤重不治 他的16岁儿子达斯安目前还在芙蓉医院接受治疗 警方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四一之一 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的条文 调查这起交通事故